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工略,我是Vicky和英文,這一節有Stanley做嘉賓,Stanley 你好 KT,Kelvin早安,KT為何這麼早?Kelvin也好早,你平時也遲些才進來 大家今天一早暴了,一早問你一三一六,又是因為RN推 應該九成是,我第一次問一下,為何他突然說一三六 你突然關注這東西,對,很少可的 很喜歡問,可能問兩個人的意見,怎樣看法 RN推得的,我沒有理由調查他的台,對不對? 沒有東西,我覺得都OK的,OK的 Kelvin,你有沒有買到,還是純粹一個問題? 純粹一個問字,這些沒有 這些都是類似電動車的概念的股份,這些是沒有什麼的 但是只不過升太多,也是 升太多了?這麼快?沒有什麼 對呀,升太多了,搞到這些都不會追著 對呀,對呀 Bianca,早安,Bianca 早安啦,今天市場又跌200多點 對呀 不知道大家是撈貨還是怎樣呢? 大家應該還是只有一個望子 是嗎? 大家又擔心這個加息部份加快 是嗎? 不知道呀 如果這樣說,美股昨天的勢,其實都很好的 你見到它開頭的時間 都叫做是不是勢 是美股突然插進去 但美股又真的沒有 突然間有很多文章說到好像 好像 好像美股很不碰 或者覺得是 好像頭大塌 Bianca 我覺得這個事很灰 每天都灰的 對呀 全部都要止蝕走 是不是要斬手指呀?不再來呀? 什麼呀,怎麼那麼灰呀 剩下一些蟹貨,是不是最好 都放在那裡不好來呀? 你的身家就快要輸了 是嗎? 當然不會啦 但Bianca 我想問你現在的蟹貨是甚麼 我反而想知道 可以說來聽一下嗎? 可能我記得蟹 可能是968 這個1919 跟著有甚麼呢? 跟著可能是這些 我印象中是 是不是有買若鳴呀? 我忘記了 若鳴嗎? 好像說6098 6098 OK 但這些應該不是差很遠的 對呀,要是說來聽一下 對呀,我印象中應該是這個 但是沒有 這一集我覺得 拿著它也沒甚麼 當然這一陣子 都很問心 很多股份 其實你拿著它 你看它好像不懂止蝕 是好像覺得 好像無謂的 你止蝕又不是 你就再加著你又不是 但只不過現在的市場 真是 真是衰 我很明白 大家 尤其是因為外面股份 又拿著 港股份 港股份 又拿著 你看到兩面市場的情況 你會覺得 港股份 都不知道 好像做甚麼鬼 中了 我記得 我記得 你講的 我記得你曾經講的股份 大家有些印象 大家都是 大家講的股份 有些印象 但是 這樣說法 如果你說有968 那些 又不是太過擔心 這些東西都是 這些 我們經常都說的 這些政策受惠的板塊 你是這一輪 可能當是 這一輪 暫時要炒完 還有這些資金 現在這一陣子 都湧到新能源車那裡 那些板塊 變得好像 又強一點 這樣 我估計 安奴推 內施特也是這樣解釋 他也是覺得 電路車這些板塊 可能還可以炒出一下 另外就是199 1999就沒有了 這個東西 是壞的 我覺得這一系 就是這一範 這些物股 這叫做一些 韓文股 其實大家又預料了 它的業績不會差的 甚至乎你看到那些行 都預計 第二次的業績都不會差的 只不過它的股價 是頑皮的 大家可能覺得 可能下年的時間 這個韓文市場 可能會 back to normal 如果你要解釋 為什麼它這樣跌下去 就這樣解釋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是不算很合理 反正 所以變成這些股份 沒有 拿著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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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要不設定自己的位置 他們都是偏弱的 可能手頭上拿著貨 現在這些位置 因為我印象到 Bianca這些貨 可能比較高位 少買的 我覺得其實 因為你問我 968 1999這些 我覺得真的不是那麼壞 只不過有些股價的東西 大家都明白 就是有時候你都控制不到 所以現在要先捏一捏價 但是這些 拿著它 我覺得這些價位是ok的 暫時不會動 是啊 算了 其實我都說減時減次 我都沒有正式減次 我還是只有一個忙 什麼時候減 真的 有哪一隻 你已經沒有什麼信心 今年來我都會在搞一些倉 特別港股這邊 你轉去美股嗎 你說 想著這樣 但是這樣說 美股都要慢慢去研究一下 重要的是 是 我的貨底又不需要怎麼加 是看一下 是否要壓外再買其他東西 不過這件事真的要逐步逐步看 真的不可以這麼心急 做真的 Kelvin說的那隻989 989是什麼來的 我們是網易找的 哦 所以找不到正照 哦 是啊 我還沒有找到它 我們還有一些是 Mark 9,Mark 8 1054 1024這些 哇 現在5500 現在怎樣 這些 5500 之前是炒的 5500幾千買的 其實按道理 Tesla概念又沒有什麼 阿堅你又沒有估全部廢物 為什麼 你又買些什麼 對 反而有些好奇 大家見完這樣 就少了 沒什麼要講的 大家講一下那些倉 講一下那些倉 最新買的全部止蝕了 我記得有些 有些阿炳鞋是止蝕了 我記得有些是 但是 這樣說 Mark 9,Mark 8和1027這些 沒有辦法 Mark 9,Mark 8的問題 大家都明白了 今天再有一個消息 就是現在 好像說會蒸那個數據稅 那這些又真是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阿堅和AFRM跌得多 好像跌一成 好像是 他原本有這些 和這些合作 好像有自己發現了 我忘記了 是不是他還是另一間 是好像 好像 Vivian 那隻 好像那隻 但是SQ SQ 又會多 又會多 跌到PK 但是這些股 沒有的 這些辦法就是 你可能與它 就會拿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的 我覺得 美股就很有趣 如果你當你的股份 真的就是 開始 大家的投資者 開始關注的話 它可以彈得很厲害 嗯 25.7 500 500 不過這些要上回去 突然之間 彈兩三成 真的 都沒有說不行 力勁這些 你真的有可能會聽這些 Tesla 概念這些 其實都還沒有炒 Tesla 這個神話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炒完 真的沒有開玩笑 它都很高 500 都真的很高 是呀 但是剛巧 但是1024 好像金這兩次出業績 是啊 要不要先走 我看得真是不理想的 我看1024 因為當你唱BillyBilly 都是這樣的事情 1024我覺得都會有點差 我看到有大巷出來唱 你唱好 戴帽的嗎 中金 中金 戴帽之前也是唱好過它 但是越是 唱好過排名 待會打得厲害 打得上去 但是真是一陣 那2013就算了 明文這些也是 明文這些 明文這些 一向我都是不喜歡它的 而且它業績都是一般的 之前 是的 物館 我都是覺得你物館股 6098 你太早買了 我真的覺得 其實不應該這麼 這麼快買這些板塊去住 但是你買了的話 又是拿著它先 說真的沒有計 內說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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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由上市 那一刻開始 我都不 不快 那時候都說了 有解釋過問題在哪裏 但是這些又 到現在這些位 你說現在才考慮一下沽貨的話 又真是 真是 真是 你對它很考驗 那個 那個持貨能力 都真是 但是你說如果這些有課 真是難搞些 1579 1579 宜海 宜海就是那樣東西 宜海真的也是 也是壞 宜海這一排 其實是膽一點的 但是 大家也知道 也是差的 今天又有一個大彈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這些到了殘勢的時間 膽一點 上來也沒有太大意義 宜海這些 就先拿著它 不過宜海 你看它很明顯 50元以上都很大力 所以真的沒有計 嗯 沒有計 699炒賣 是的 斯摩爾越升越多 斯摩爾也不止去 另外今天波特也有升 今天應該跟煙 或者煙相關的板塊 都可以升 好像說昨天有很多北水賣 斯摩爾 是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行業消息呢 這個真的要炒後 暫時好像未見到 不過這些板塊 是應該有些消息才會炒上來的 是的 沒理由整個 之前是因為電子煙 電子煙有些消息 那時候有些消息 但是現在又變成了 即是升些什麼呢 真是要研究一下 之前說有個電子煙發規 是的 會推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那個也不一定是假的 那次沒有了效文 整件事 只有一個消息在那裡 反而英國那邊 將電子煙好像立為一些 類似什麼 醫療那些什麼 類似什麼 一些什麼 一些輔助的醫療用品 那樣東西 其實是有些 有些看頭的 是 那樣類似說 幫人戒煙 電子煙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就變了 是有些賣 即是因為那時候 這一宗消息 而令到他們的股價 爆了上去 有啊 有消息 原來 原來有消息 什麼 有個 有個 那些 新聞稿 是的 新聞稿 通常這些消息 正在起草一些 關於電子煙行業的一些 即是今天發放出來的 是啊 今天發放出來的 很厲害正常 如果這樣算 這樣算是正常 尤其是第一大 規範電子煙行業的發展 如果這樣算是正常 是啊 但是你彈完 你說你追不追呢 我會覺得 你自己看得到 不是說反對追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的板塊 真的突然轉頭 又馬上 馬上對了 又不出奇 你現在跌那麼多 突然來不到 牛太郎 因為 其他安大有沒有跌呢 有啊 都跌了 都跌了 可能那個板塊 又是那些人開始 我願意突破 那些全部都跌了下來 有些 不過這些全部跟內需相關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 有些害怕內需 那些什麼呢 3.98元 都跌了 是啊 真的 暫時未見到任何消息 是啊 但是我想說一下 Steven你說 如果下季度 內地消費復甦 有哪些板塊可以留意 不是 如果說我們消費復甦的話 通常你第一 一定想下去的那個板塊 都跟這些 可能一些 用品相關這些 因為你跟消費 那個關聯度相對比較大 都是看這些板塊 但是像牛太郎所說 今天你都不跌 跌那麼多 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你一撈就沒有說不行的 不過 我覺得這個市場 現在這一彎 好像 整個水都很弱 就是你看這些板塊 尤其是這些板塊 都基本上都踏不起 那既然這樣的話 就 不要沾手住 反正 Hila 猶豫 今天 那邊的板塊 是比較好的一些 還可以再望多幾壓 哪些板塊是比較好 都好像沒有 是呀 只是海底露升了 我看到 這些事況之下 這些弱度 是呀 這樣反彈 真的害怕 牧管逆市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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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追著了 牧管都不追著了 咦 比亞迪電子升那麼多 好像有刊長號 有刊長號 是呀 但是 不是 因為它有電子營 它都有電子營概念 是呀 是呀 但是這些 如果你要追 就追回這些 但是真的是短線 還有真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你現在才追這些板塊 就好像 折火棒一樣 你又真是看 你是不是最後那個棒 所以這些市房 反而地下安全 真的不要太過 太過心急 阿Keyma 我覺得物館股 你說逆市升得好 我覺得暫時都不在後 我始終認為 現在物館也好 內房也好 真的不是一個買的事情 記住 所以Bianca 你說買了一隻60900 我知道你近期買的 但是 我不是那麼同意這隻 但是我看到有個消息 又說內地有些銀行 收到通知 說可以放鬆那個房貸 可以 但是 那個問題是說 放鬆樓貸也好 你自然的問題 不讓它們解決得到 那些問題 現在內地的樓市 真的弱了很多 所以這些問題要解決 不是說 即是 即是要有些事情解決也好 不是那麼快 可以解決到 到去的情況 所以這些事情 真是無謂 不要 沒有幫 等等先 真的不要急 不是 他搞電子營 應該不是第一轉 他之前有個消息 現在可能是確實了 確認了這樣 不過你說電子營這板塊 很多時候政策風險 其實很難預 所以你說這些板塊 就看也好看的 升上來的那一刻 氣氛不前未 而是壞 說真的 是啊 那269 甚至穿100 各世似 而且這件事情 很難理解 你想想 升上來的時間 大家有說到 不怕的 他那一行應該 都不受影響 跌的時間 又受影響 真的 說完 所以這些板塊 不過很明顯 約明的勢 真是現在和之前比的話 他真的弱了很多 是 一下子彈上來都好 他真的站不穩 所以變成都真的 很難搞 很難搞 看看他還有什麼升 沒有 真的 不是 你那些133 那些 1072 這些 我這些 這些又 即是比較硬正 這些事況 真的 其實沒有 有時間 解釋一下這些板塊 慘的什麼 其實很簡單 你想想 內地方面 現在真是很多 先講大環境 這一陣子 其實內地方面 不斷有很多的政策措施 都要怎樣去做些什麼儲電裝置 又或者很多地方 可能搞些什麼抽水出銀 很多這些相關的消息 所以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你說那些 跟電池相關 儲電相關的那些辦法 全部哪些都不差 是 那 我先講 斬手指 忍一忍先 不是 我認為可以重整旗鼓先 假設這隻多貨的話 可能不等一等 可能這一回合的時間 給一些耐性 可能到現在 其實沒有 我之前不是說 給那隻 3月6月9月的信心受挫 然後我錯了兩隻 你想想 這隻柏林也是 這次是 為什麼我知道 我的信心都無法行進去 現在沒有 有時候 看到了很多很多人 我就看了很多 Verantwortung それは 用什麼給我 那些人的路上 有一些人的路上 你只是自己的路上 我只會用什麼路上 到這次我認為 在這個路上 方小姐 你好 你好 方小姐 早晨 你好 方小姐 聽到嗎 喂 是 是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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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嗎 麻煩你 是 我想問一下2001 2001 是 現在多少貨 麻煩你 多少貨 是啊 2001 開始今天有個通告有些消息 多少貨 我想問你本身有沒有貨 你本身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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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三個三豪四買的 是 三個三豪四買的 OK 這樣囉 有些不錯的 是啊 說實話 很厲害的 方小姐 這些市況下你有錢贏 不如這樣 我建議你 可以的話 減遲一半先 即至少一半拿袋 為甚麼呢 這些的板塊 這些教學的板塊 反而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它的股價的排位很強 我是有些擔心就是說 抽高完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抽稅 因為你見其實很多這類的板塊 很多這類的股份 之前都有些叫做抽稅的動作做了 但你見到今天這個新高價 突然間那邊那麼好的話 你有沒有機會有些抽稅的動作會做呢 不出奇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不如考慮一下就減一減房 即是你有一萬股的 現在你都大概是每一股都賺六毫多次 你可能考慮一下減遲一半 另外那些貨就考慮一下拿著它 但是記住這個犯法 都受到一些政策因素影響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都會盯緊一點 知不知道 方小姐 你是不是還有另一隻想問 2131 雲上科技 有沒有貨在新價 我這個10元米 噢 這些 但是它的稅很差 你現在想要走貨還是想要接住 多啊 多貨 但問題是現在它的稅那麼差 今天又可以再試 上市又新低的情況 要小心一點 如果多貨的話 你真的想想要是否要減一減房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說真一句 新上市 它一來不太久 二來就是它的稅都是真是 真是頑皮 這款真是頑皮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反正這一隻 我建議你減一減房會安全一點 嗯 好啊 之後我們有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吳小姐 旁邊吳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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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持早晨 你好 你好 一分早晨 我其實昨天問過323 不過在街上就很吵 我聽不真的 是嗎 是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位置是否能減貨 還是你幫我看看它究竟是 會去上多一點 還是只不過它升一升又回下去 我就想看看它不減貨 不過吳小姐 坦白說 在這些市況之下 加上溝貨就不太建議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市 我覺得真的 是未定之餘 還有小一點好像都變差了 而且你說這支323 其實我們在程度上 它其實在這陣子 那邊是差的 你看到它好像 好像這一段的時間 可能在大概2個秋毫兩次 有些支持 跌不穿之後 你會有些反彈 但這些彈幅 我又覺得 似乎 不要太太入口看著 3元是一些很大的阻礙位置 所以如果你看它的價格不穿3元 反而不是加住 想想是否那些位置 可能所謂減一減幫會好一點 吳小姐是否還有另一隻想問 3 883 可不可以在這些位置買呢 我沒有 這隻 其實油股我仍然覺得是OK的 我覺得 始終彭中海油本身 它真的有回起概念 這些我覺得對於它來說 是一些比較大的賣點 但只不過它的股價也是很差 你看它的圖其實是挺不開胃的 這些圖你再看下去的話 分分鐘再跌深一些 可能留下大概7.6 7.7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不如這一隻就等等 如果這隻想買的話 不如駁它 看有沒有機會可能再低一點 可能7.7、7.8這些位置的時間 你才考慮這樣 好啊 也麻煩了吳小姐的電話 388了 牛太郎 穿了位置 788呢 我想買牛太郎 788是很弱的 它弱得小是弱到 是市場上升跌也好 它完全都好像沒有支持 是的 其實這些反而我是擔心的 當你說廣交所的價格 或者中間的股份 市場上升跌也好 尤其是藍醜來的 升跌也好 它的價格完全都不會彈的話 我是很有戒心 所以這些股份 當然廣交所大家都知道 它做些什麼 也都是沒有程度上 它差距有個抱的 但是現在市場的氣氛 真的太頑皮了 所以現在這一彎 市場是破底的 算的 其實如果你這樣算下去的話 450是中極支持我們 450不穿的話 你博它這位反彈 我覺得OK的 450說450 但是如果這樣算的話 只差7元 不妨先看看 你會先進去 會好一點 好啊 2269 轉過頭已經跌了兩元 真的很弱 沒有啦 所以剛剛一說 其實大家真的感覺到 有些股份是弱的時間 你打算好像還可以 你伸手一折就糟了 其實我同意的約明 你說你撥了它 我撥了3008 即是直播 說實話 後太郎 OK的 反而你說看 但如果你這樣撥它的話 先去450個位置 看看它穿不穿 那 我講回這隻269 它 如果你這樣算 如果上次經驗的話 它不穿100元 你說賣去這一下 薄牢底 薄去不穿100元的話 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因為它上一次 其實都很陰拾 它穿完 它一下穿下去之後 其實是最低落的 它撥下去 其實是很狠的 差不多要停91-12元 才會止跌 然後爛得很快 所以你要搏這隻的話 除非你搏它 不穿回這位置 即是你搏它 不穿回上次的低位 但如果你一穿這些低位的話 就一定要止虧 是一定要 即是這些 不能爭辯了 一穿這些低位的話 就一定要止虧 你說你現在這個位 你搏它不穿100元的話 甚至乎 你搏它不穿回上次的低位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真的要 要撥得很緊 因為 說真的 剛剛我們過了也是 十多分鐘而已 是啊 已經跌了兩元了 是啊 又跌多了 所以變成這些故事要很小心 但是信達呢 信達也很壞嗎 他說 壞了 也壞人的頭 還有一枝大陰捉下來 那一下穿頭破腳 這一下真是 真是陰死人 但反而13 是啊 13是昨天真是厲害 昨天很厲害 因為有消息 是啊 但是現在都變了去 它的圖是否不錯呢 它的圖是 純粹說的圖 現在這位不穿回52.5元 OK的 OK的 所以反而這隻可以盯著它 可以盯著它 盯著它 那隻疫苗股 2137 也都彈了很多 我看到它 疫苗股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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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疫苗股也是 昨天很有趣的 昨天是Moderna 那隻藥說 那個測試很厲害 但是接著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就是 其他的疫苗股 昨天在美國那邊 那些都爆得很厲害 都升得很厲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之前推的那隻呢 好像有些突然黏了 是呀 好像說出賣的藥 是呀 真的有那隻 那隻波幅彈到 真的嚇死人了 NA 我忘記了 NA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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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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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我記得好像彈了很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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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講完 Kevin問那隻 網易雲 是呀 今早起床 然後好奇 看了他幾眼 我想說 我不會抽 為什麼 為什麼 第一 他今年 好像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他那種是無虧損的 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那個 那些成本 已經是完全超過了 他那個收入了 他自己也預計了 是說 未來這幾年 都預計都是要虧損的 嗯 我覺得現在 老實實 如果你買股份 你買一隻東西 不斷虧損 又不知道虧到幾時的時間 我真的沒有信心 我真的不會選這個股份 你會說 你的股份量很強 你的商業模式很強 你的商業模式很強 OK啦 但你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你現在在市場 有很害怕的時間 還說現在 你有沒有錢賺 要不斷長期虧損 這樣 因為你想想到一個後果 長期虧損就是說 你有機會再集資 等於好像BillyBilly那些 你變相之下 很簡單 你怎麼會抽 你怎麼會抽 我不會抽 你沒錯 他講到那些 Active User很厲害 但是 你是因為靠銷錢 你換回來 這些 但你永遠是 還沒想到一個商業模式 怎樣去賺錢 這樣 不抽 所以我經常說 快手 BillyBilly 即快手 我經常說我不看好它 沒錯 你那個referential growth 是厲害 就是之前的時間是厲害 你銷售的那個Story 是很好聽 但問題是說 為什麼你會這麼厲害 因為你銷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捱到一刻 就是說 你不燒錢 你的referential growth 是可以保持得到的 但是很明顯 我都肯定是一定不行 如果這樣的時間 快手怎麼會看好它 所以現在由上市那一刻 那一刻開始 快手我已經說不看好它 是這個意思 一早已經說了 是啊 所以沒有 這些有時候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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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沒有都不知道 總之是 這些股份 你說很不好 其實沒有 所以你解決時就知道 它究竟行不行 就是要見真章 但是發售這些不行 所以剛剛Bianca 業績真的是 很想來的 不是啊 很有趣的 沒有課金 它的Active User 它好像說 它的月費是19元 它有這些東西 但問題是說 第一 你怎麼將現在那些人 那些user 可能是那些月費 怎麼將它提升呢 第二 你怎麼將這個成果下降呢 還有沒有忘記 你看業績這些 好像拍音樂這些東西 我們之前的時間 才搞過這些東西 你想想整件事 本身看上去 真的不行 高成啊 又 蝦 你沽了嗎 好像不是蝦買 好像之前是 NY NYLC買 不是啊 它都有 它不斷重複玩這隻的 我記得是 是啊 我回來想問 NYLC是否在哪裏 你昨天說是蝕錢的 現在應該要安定一點 是不是 昨晚安定了2% 上來 不知道是貼7個水 現在我當你有 7個水 有100股 你都賺回來 不是 這意思是 昨天誰說要輸下去 你輸了7個水 OK 這樣算的 你今天就賺到9個月 9個月上來 好像昨天就賺回來 昨天 咦 三個月這麼少 不是 這是after hour來的 是after hour來的 它昨天升得好像 9個月多 那我就賺回來 不用怕了 但Honey現在升到買回來 回答你不到 因為你要記住一件事 昨天呢 為什麼它升得這麼厲害呢 因為 其實這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只要 只要 只要美國現在說 那個加息部份是加快的話 它說紮息上了去 上去的話 它自然會升 還有因為之前會不升 我想有幾件事 紮息回來了 第二就是 人選未定 聯署那邊的人選未定 你現在 昨天拜登出來說了 都是熟義回 伯威爾做回 變了很多東西 back to normal 甚至乎是一些東西不變 金融不變的時間 金融市場很簡單 這些東西不變 就OK 最怕是什麼 是變的 所以其實你說金融股 是OK 沒有啊 金融股 我的Microsoft 做了九世 都未出到 未出到 真是慘 我整了很久 不過 我又不用這麼扯 今天就多工作 可能留下一個 可能留下一個 可能又病家 罵他 你幫我罵他 我都不罵他 你幫我罵他 先 你氣死我 我以為可以做的 說實話 下個星期 可能 你先帶著 我們Microsoft 都做了很久 這條都新的 OK 好 說完 我真的打算推微軟 不是開玩笑 雖然有課 再推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都不知道 它有什麼這麼強 是 聽了一些 未估的東西大家都喜歡 是啊 知道多些 港股有什麼好 都不知道什麼好推 都沒有什麼好說 不是 我還沒說虛擲電力 我笑 不是 下週 Samuel 不行了 我搶不到這麼多 其實那些喉嚨 都堅持著 他回來 我不是可以 趁機不做 都不行 經常都是你做 怎麼撐 就是 真的 你幫我罵他 那天 那天是蝦電 其實蝦電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是啊 不過我也 哇 所以這兩隻東西 真是氣死的 加零七二 我都說 如果下次加了 加零七二 人是氣死的 它真的爆得快一點 是的 哇 又取辣了 你看看看看 你看看看 看看看 看看看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 是 大家不要一直搶破 我解釋一下 剛剛講了一半 真的一些 儲電那些 我們的商機 現在很厲害 第二 關於蝦電事 蝦電 就換了個頭 他之前那個叫 施哥夫 還是施多夫 那個人做了五六年 左右 其實你可以把 就是幫蝦電 那些業務上 有些改變了 但是現在 他因為退休 新的那個人 其實是 他不知吵什麼 我姓吵什麼 他什麼人 他是南方電網的前高管 大家覺得 他現在進去做 第一 可能是新的氣象 第二 其實是說 本身就有機會 可能拿單 互助一些 噢 所以昨天它 已經是升了 但是今天 你見到東方電 已經超過了 1072 其實今早是一個好位 今早它不跌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問題是 東方電升那麼多 沒有鬼 地板轉它差不多 6%了 真的越升越多 但是這一份 這一份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為什麼我當時買 都有一句 買蝦電 我有其他想法 又不是純粹是業務上的東西 但是整一整一下 如果他覺得業務上的發展 應該真的不差 所以 沒有了 回到3元的位置 大家去追一下 1098 6098 轉綠色嗎 剛剛 升上來 就是什麼意思 6098 對 拿著先 平手 平手 有時候 有時候 沒有那麼出力 有時候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記住一件事 你買了一匹股份 你應該是預料去 升錢才買 就是你的想法 去升錢才買 但是 當然你看錯了 要止蝦 但是 既然你說現在 要等一些上來的時間 你就考慮一下 拿著先 沒事的 美股有什麼好介紹 你猜嗎 不是 Microsoft 我覺得Microsoft 真的OK 不過你說這位 現在這位才入 就真是 不受 你等我再想一想 不過尷尬 現在 現在才買 因為我本身是長渣 如果你說我長渣的話 我就不會這位 考慮著 因為沒有 其實美股 我講了小美股 美股昨天的勢 我有少少顧忌 昨天的勢氣 那一刻 衝過來 我覺得要再觀望 這幾天的情況 其實美股如果以往經驗 Friendsgiving 這個禮拜 不差 是好的 但是 今次我都會錯 因為 其實 以往Friendsgiving 有一樣東西 雖然說 但是通常成交量 是不多 會比較薄了一些 OK 但是有一樣東西 就是說 今次 今個星期的時間 第一 就是昨晚 有聯儲局局局 叫我人選 第二 今個星期會出了 好像PCE的數據 我覺得 市會幾難 其實都會幾錯 其實昨晚已經是一個例子 昨晚已經很錯 我覺得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就變了 是的 可以等等先 不要出手 不過你等我 我再想一想 我都要想一想 真是 真是 美股有什麼可以再選 我有AMD 我是不是要先走 我拿著它 我拿著它 AMD 我之前都想買 我跟小編說 我想買 那時候 你很多都想 幫忙了 那不是很理會 你真的 有時候說真的 很運心 買不完 你買不完 你真的想一下 別人那些 你看上去 你會完全是 你會看得到 它的前景是 它真的很厲害 你港股 你跟我說 哪一隻 例如剛才說 蝦電那些 可能是很厲害之外 有哪一些 你看到之後 你會覺得 嘩 這很厲害 必買 現在沒有 現在可能有些 比較低 但不會不買 我今天誰說 看400 是嗎 不知道 但你問我 現在問題是這裏 港股 有些股份 有些股份 可能會說 我要睡心去買 你真的要 大家當是聊天 有哪一隻股份 港股 你會說 睡心去買 你真的 我覺得 你可以一兩隻 1263 這裏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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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心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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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說 推介 你做多功課 有時候你會覺得 人家美國的公司 由這麽多年來 都可以定得住 有些原因 真的沒有辦法 好 還是等機會 等一會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遲日以上提報股份 有 和Microsoft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見